臺連委員林世佳,因為他等一下要立法院有會議,那我們先請他來發言評論 謝謝徐教授,我跟佳龍都有點感謝現在民進黨跟臺連現在站了主席臺跟發言臺 我來講就是說這個民調我想對馬英九總統來講是空前的第一 那我們來看為什麼會這麼低呢 跟之前的比只有一個factor是很重要的factor就是1月4號的投票結果 就是說他1月14號這個投票結果實在他連任了,他連任之後他的行徑就改變 就是說我們如果做,對於我們就去病學做那個control,這個control 研究上的control,我們發現前後就是有一個很大的factor就是1月14號之後他連任了 那麼剛剛這些數字這個表明的一件事情就是民眾充滿了無力感 那所以在也表明了說民眾其實希望馬總統多琢磨在民生議題 那我現在提喔,不管他潛流感美牛或者是油電雙檔這個事情上面 他都讓大家非常的失望 那今天早上我在博士論壇的時候特別強調 國民黨委員請勿讓立法院蒙羞 就國民黨委員請勿讓立法院蒙羞 昨天的這個實管法也好或是油電雙檔也好 現在的這個國民黨委員都面臨一個兩難就是說 他們對媒體都講一套 可能要正式投票做表態的時候他們就歸縮了 特別是不分區的委員 當初他們是藉他們的形象幫國民黨引到一些政黨票 可是現在這個情形都改變 大家可以看到在旺中案的撤簽啊 或者是在這個油電雙檔的時候 我們要變案議程之後的這個表決 那這個內閣喔 這個內閣喔 這個內閣現在大臨都搖存 他是個補充性內閣 健保有補充性保費 這個補充性內閣 就是520前後呢 會是一波這個重要人事改組喔 那麼這些官員只要幫忙挺過這一段之後就過了 所以立法院現在就剩下一個是預算權 一個是發言權 就剩下這樣子 就是我們可以提出質詢 那變不變就算就在預算這一塊 以及修法這一塊 所以林教養委員跟台聯都有對所謂騙票條款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罷免這個總統的話 連任者不在此限 就連任者不在此限 就不在一年這個時間的限制裡頭 好林教養委員有提出這個修法 那麼就這些東西是立法院所有能夠做的 我想回應民眾的無力感 立法院只有積極的把這些東西的名義展現出來 那讓馬總統更清楚的知道說 投給你票的人裡面有16.7都已經覺得他們選錯了 那麼這個我們其實很希望馬總統能夠懸來熱馬 那帶領台灣在一個正確的方向上 以上 好 我來自個搬 living